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平均 各位同学上课了 那个男人掀起了台北电脑展 Compute Test的序曲 回答经营长黄仁薛 昨天在台大包了体育馆来演讲 一口气点名了 四十几档回答的供应链名单 这些股票今天在台北股市 掀起了旋风 大盘今天盘中大涨超过了400点 护国神山台积电盘中 一度占回850元大关 而且它被黄董点名道的 包含了鸿海 联发科 伟达广创 广达和硕等等 甚至这些董事长台下都排排坐 来听讲 肩骨架也都有表现 不过最强的还是中小型骨 包含了机器人 包含散热 包含IC通路等等 被皮难点到的今天好多档都公道 亮灯掌停版 哪一些小镖鼓刚喷出 但谁掌停打开 你可以勇敢地买呢 尤其电脑展在明天才要正式开跑 哪一些热门族群有落后的隐藏黑马 很重要 帮大家来抓一抓 来 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师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吳岳展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 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 大家午安 好 台币股市上个礼拜 一口气跌破了五日线 十日线跟月线 今天的红K棒 我们可以说 暂时台股的修正结束了吗 尤其有电脑展的加持 这个礼拜有没有机会 一步步地向上垫高呢 重点人物是黄仁勋 掀起了AI大浪 明天电脑展开产 他会去哪些摊位走走逛逛很重要 大家都想找谁是下一党索罗门 可是今天好多的AI概念股 开高走低要不要怕呢 老肖老师追踪 而传产股呢 是不是盘面上面 如果电子股一回降温的话 可能有机会电档演出 因为上个礼拜 孕驾指数单周涨了12% 望海间出关呢 找盘开低之后V转收在平盘之上 货柜三雄还有续扬的条件吗 请问老肖咯 黄仁勋开奖给了40几档的名牌 那好多一大早就亮灯抢不到 我们今天从没有涨停板的落后补涨 谁还有空间的来找一找 辉煌概念股真的强啊 包含了AI伺服器 包含了机器人 蓄热 可是展哥认为工业电脑 很有机会成为黑马 位阶都很低 怎么样来做掌握呢 请问展哥 AI大咖黄仁勋年仅仅 包含了这个广达董事长林百里 每一场餐会都看到的 洪海董事长刘安伟 也是一路缺丟丟 洪海昨天在简报当中 有了一整个非常完整的篇幅 看的是智慧工厂 洪海会不会是这一回电脑展的 最大赢家呢 可是为什么AI一军今天不是很强呢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表现 但台积电呈现了稳盘的角色 条条大路通台机 AI驱动者股价非常的强硬 那上个礼拜 MACI压盘乱流已过 明天是它的股东会 能够期待好事吗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上个礼拜台北股市下半钟的拉回 又靠那个男人出手救援 昨天晚上礼拜天 这个夏泽雨 不过台大体育馆一场热闹 用黄仁勋开奖 好多的AI大咖全部都到场聆听 他点名了40多个台湾的伙伴业后 特别制作影片 感谢台湾的供应链 给NVIDIA强大的后盾 大盘今天开高就一路的向上走高 那最高是上涨超过了400点 中场台北股市是上涨362点 收在21536点 成交量是4333亿元 好 今天AI一军全数都复活了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广达 全部都涨 全知识王全部都是有反攻的表现 那今天AI的小标股 被黄董点名到的股价更是好多档 供到亮灯掌停板的价位 好 老师我想问上个礼拜三天几点 你有说短线上面应该修正的差不多了 今天的这根红K棒 尾盘惊险地收复五日线 那老师我想问 今天才是电脑展前 明天电脑展就正式的开展 不过今天盘面上面有一点点警讯 还是要提供给大家知道 因为很多的AI指标股 开高之后有一点留上影线不够强 这会不会是大家可能稍微 放大眼睛看的一个变数呢 那整理上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如果从加全指数我们做观察 今天是一根扭转K棒 也就是说一阳二阴 这是标准日出东方形态 变成原本这里有个空方的岛形缺口 它今天是不是要来挑战这个缺口 原则上底线就是20376 这个不能再来的 就是说本周甚至于未来一周都一样 那么这个加全指数必须直接准备 这一次要挑战这一次的新高点21937 你不能再来回撤376 那么到底会不会回撤376 那么关键就在于 本周接下来惠普分拆的惠语 那么要公布财报 我们认为是接下来AI里面 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 好 AI里面的先行指标 惠普将在礼拜二公布财报 那也关乎到台北股市 很多AIPC的相关个股 老师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边有哪一些 美国股市的数据跟财报 大家可能也要稍微注意呢 首先如果我们单纯就 经济数据的部分 记住经济数据不能好消息 要坏消息 坏消息就代表市场 就会比较展现正面 如果经济数据是好消息 那代表整个科技股 你就要适度要提防 这是第一个 可是在财报面不一样 财报面 企业所公布的财报 肯定要正向的 万一是负向 那股价会大幅度修正 进而影响到整个美股三大指数的走势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 本周最主要关键是在这个礼拜的 礼拜二 特别是在惠普 那么惠普分拆就叫惠宇 那惠宇会在礼拜二晚上 要公布财报 因为该公司最主要是针对 AI生成式系统 以及所谓的式武器 那么整个大数据的一个建构 那这个部分会是未来跟现在 相关AI应用里面 关切联动率比较高的 所以接下来公布它的财报 是正向的 我们认为相关这些AI供应链 就持续往上看涨 好 我礼拜二的惠普财报 如果是正向的话 AI供应链 AIPC AI伺服器 还是有向上攻击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从这个大盘的指数 来做观察 其实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算是涨跌互见 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强 怎么样来看 这个气势有办法延续一整个礼拜吗 直到电脑展结束前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上周一整周 国际股市原本表现是不佳的 也就是从上周一 二 三 四 来 各位请看 在过去五个交易日 美股其实表现是往下做修正的 关键是接下来礼拜五的一个 急速的一个上扬 硬是整个做扭转 那为什么它要上扬 我们就看右侧 因为原本记住 我们之前提示13.9 OK 13.9是在这里 OK 恐慌指数 可是后来在过去连续两天 美股的礼拜四跟礼拜五 连续爆出两个大交易量 所以这个13.9就被取代了 当时就是因为冲过13.9 所以造成美股就一路做一个下滑 所以关键在于这里又爆出两个巨量 这两个交易量分别落在14.3跟13.75 真正最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是底线 就是说对证券市场 不管在国际股市或台股 你一定要背起来 就这个月份这个Mix不可以冲过14.3 冲过14.3 无论如何真的就要警戒要小心 好 现在还压在14.3之下 所以目前看起来多头形态跟行情 并没有被破坏 那我们从我们选股就很重要来做观察了 皮一然点股成金又救台股一次 昨天台北的台湾大学里面的 这演说的会场当中 黄仁勋一出厂 后面就密密麻麻的40家的供应链 那大家都在看 到底是哪几家 因为它走logo嘛 你不知道公司名字 所以每个都查得很辛苦 那还好今天有网友 都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皮一难点的42家 同仙AI革命 那稳住AI8E 也回答未来一年一新品 2012年是Blackwell 那2025年要出这个Blackwell Ultra 2026年会有新一代的平台 叫Rubin采用HBM4 键盘中很多机体概念国 也突然这个向上来抬头 黄仁勋董部长说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未来PC都将变成AI 会达持续推动算力通膨 不过讲到这个最新的平台 大家可能有一点点捕沙沙 但这个画面一定就很有印象了 他叫出了八个机器人 跟他站在一起 下面还有两台会跑来跑去的机器人 好 机器人概念国 今天盘面上面非常活跃 但是好多都锁到掌停板 买不到了 老师今天帮大家抓两档 没有锁掌停的 有机会买的 到底可不可以勇敢切入 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 最主要就在 各位其实从今天一大早 一直到现在截止 大家就在参考这事实的加码 那所以我们帮大家做了准备 针对这整个八旗子地这么多 哪些个股现阶段 你可以持续站在买方 哪些个股你就看看就好 OK 所以稍待我们会想帮大家说 首先我们觉得正黄旗 应该落在临华跟盐阳 这两档标的股 那这两档股票 其实我们在上周 也跟各位做过介绍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做观察 首先我们先看国际股市 再看台股的这42档股票 首先我们先看加权 如果我们这一次做个 跟过去的比对不同 过去我们都是以加权指数为主 跟国际股市做比对 那这次我们反过来 我们拿谁 我们拿道琼工业指数当作主轴 也就是说道琼这一波的历史最高点 是在5月20号 那当时道琼涨到4076点 接下来你看到道琼是不是就这样一直跌 跌到礼拜四 礼拜五出现反扑 OK 我们以5月20号道琼最高点 跟全球主要地区 从首尔上证 日经德国股市标普纳斯达克 道琼加权做个比对 一看一样最强的还是纳斯达克跟加权 这两个是排行最强的 那么底下分别有标普的 所以也就是说未来这段期间 台股当然还是要紧贴着纳斯达克 回过头来紧贴着纳斯达克 假设纳斯达克的动能不足 台股的影响性会怎么样 就把台股的底线抓转 这个底线叫21376 我举个例子 加权指数今天 今天加权指数一度往下做回撤 最低点来到21372 也是刚好来到376 它达到372 那就出现一个反转的一个大涨 这个是最后的支撑 就是说无论如何 这个点真的不能跌破 因为它如果再来跌破 下一次会守不住 如果接下来它不往上攻937 往下又来测376 那我直接告诉你 它就是要来20614了 所以反倒是你就要把警戒心抓出来 那这个点怎么来了 各位你可以加入LINE ATT 第一个连结19291到目前的历史最高点 21937 这里叫20614 问题是现在当然不直接看这个点 看哪里 看近期这个波段 这个波段 也就是这个跳空缺口的最低点 开始到目前为止 这个点就是21376点 回购后来 各位你就务必要加入LINE ATT 因为42个股票 对啊 怎么快 我当时要选择什么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加入LINE ATT之后 各位你就把手机拿出来就扫描 你加入之后 我们所有的数据资料 我都通通会放在上面 那你就做比对 关键是要怎么比对 所以我给各位两个 一个叫集结 一个叫最大量 就是如果商品股价的价格 站在这两个点位之上 那我就会给它两个证 那假设在这两个价位以下 那就是一个dash 就是没有 这两个一个符合 那就是一个加 那代表什么 如果它拿到两个证 代表你的股票就是会涨 它就是大盘的主流 它就是整个框架格局 接下来持续往上做推升的标的股 万一原本是两个 在未来变成一个 甚至于不见了 你还快走你知道吗 那代表那一只股票它已经转弱了 所以老师有时候集结区跟最大量 不见得是在同一个价位 不一定 举例我们看盐氧 盐氧的集结在167 它的最大交易量是185 所以它如果今天在168 那就拿到一个加 可是你要占上185才会有两个加 两个都上去 它就告诉你 这种就这样 大多数人持有这档股票都是获利的 这种就是正向多方的标的股 比方说晶元电 那你一看就知道 110有起立吗 没有 110也没有 所以它就是没有 这种就是还没有正式出现 攻坚的标的 也许你看到它今天短线上是转强的 可是不代表它整个结构都转正了 所以各位您加入Lite S之后 因为股票很多你知道吗 这个是早点名的1 OK 还有2 对 还有2 还有我们持续往下做观察 好 那这张表格里面看到 包含了联发科 盐氧 甚至陈耀被点名到了 艾讯跟辛翰都是两个加 那我们从这个短线 放大一点的形态来做观察 为什么可以做满进 我们刚刚看到盐氧是两个都加 就是在技术分析的角度 技术分析都是加 问题是证券投资可不可以做买进 这不太一样了 证券投资我们在看什么 第一个 股价有没有已经提前反应了 我举例 比方说某一党个股 大盘本益比现在在24倍 可是它已经来到60倍本益比了 你就要提防 它股价是不是已经率先反应 它未来的获利能力了 OK 所以我们怎么看 我们举6579的盐氧当作范例 我们把过去历年来 您加入DiET之后 OK 你看上面 这是2018年每股盐语是6块8 5块1 3块5 4块2 10块 8块4毛2 今年预估可以上看15块2 这是左边是过去每一年的每股盐语 你说那我看它干什么 你看它你才能知道怎么做评估 我怎么评估 因为股价我去除以这个每一年的每股盐语 我不就得出本益比吗 得出什么本益比 举例 我把2018年的最高股价除以6块8毛6 我得出什么 2018年延仰的最高本益比来到13.7 然后我把2018年该公司的最低股价除以每股盐语 我们不就得出它的最低本益比吗 好 然后我们把这几年以来做个总平均来换算 也就是说再怎么样它也可以来到15倍本益比 那不就简单了 股价益比叫本益比 所以股价228 每股益语是15块 那本益比就是15倍 所以15倍可以上看多少 最起码看到228块 好 那基本方面 有这个300项的这个边缘AI的运算跟专案 今年AI营收有机会会占营收的占比会翻倍 那另外两个港也是跟这个机器人相关的 是6166的零滑 对 我们很关注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 就是说两个条件要符合 第一个站上集结区 第二个在最大交易量之上 好 我们先看 这里就是一个主要的大集结区 再来最大交易量在这一根 那就是这支 你把它往下抓 是不是把现在往前看的最大这一根 这支这支 你就看到的收盘价 那么股价它是不是正是站上 最大交易量这个价格的上缘 好 这里拿一分 这里才一分 它就整体上拿到两个是正向的 像这种个股就代表它接下来 有机会会展开非常飘悍的 多头奔腾格局 对 那紧接而来 因为刚刚42档 很多很多你看不完 你光看股民也没有用 你要知道 接下来是看涨还是看跌 比方说你看到一阳对不对 今天有Q仗停板 那没重要 会更加吗 所以两个关键嘛 一个是197嘛 一个187嘛 它一定过了187嘛 问题是还没有过197嘛 所以它才拿到一个嘛 那这个秦审是不是两个都拿到了 就代表它是最强的标的股 所以这个是 推达帮大家找点名的2 这里有两大牌 OK 所以各位你可以加入I8 再来因为时间的关系 实在已经没时间跟你说了 所以艾讯 这都是两分的标的股 不要忘了这家公司 哇不得了了 有CB 所以它是三个多头集结在一起 交易量集结CB 通通都站上 好 刚刚才站上 最后航运股的部分 因为没时间跟大家做分享 各位您就加入like 那我们会持续在 我个人直播里面帮大家做追踪 好 航运股上个礼拜 我公布的运价指数续涨之外 老肖老师的表格 我们看到 这个远东到美西 赤字的货柜价格 这个月以来是上涨了 百分之七十一的幅度了 那航运股呢 有没有机会在电子股 稍微降温的情况之下 扮演这个多头伏兵的角色呢 毕竟营收部分都有机会 随着报价来水涨船高 怎么样来做这个阶督 不管是电子股或航运股的操作 如果同学们有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跟我们老肖老师加like 或者是扫赖的ID 老师帮大家整理出来 好多这个黄仁勋的点名道的概念股 谁的续航力强更重要 怎么样来做掌握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广告一聊一下 我们继续从这个老黄的名牌 来做追踪 黄仁勋开奖给了四十几档的名牌 那很多档是亮灯抢不到 刚才老孝子讲了两档的潜力股之外 还有更多的个股黑马 可以做注意吗 谁还有空间呢 我们请问一下展哥 休息一下锁定无期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昨天晚上外面下着雨 波波小人 不但是挤到了台大体育馆 甚至在家里 用手机看直播 关注这一场非常重要的演说 对台湾的AI产业 具有相关指标性的意义 那就是黄仁勋警长 会答警长的开奖 那我们知道每次他的开奖 简报里面都有亮点的 上一回做出最佳示范就是索罗门 在GTC大会上面亮出一小角logo 股价飙响了三倍 这一回这个警长又给名牌了 我们看看这张图片 昨天在这个演讲台上面 人这么小一个 简报特别的大 罗列了好多家台湾的上市贵公司 那华文勋演讲背板秀 超过40家供应链 有12档百元以下的 有5档50元以下的铜板价 我们圈起来的都是涨停板的 那是哪些公司呢 发言原钢 艾讯 易登 惠友 宏毅股 银广 广运 立端 立台 陈耀 新汉 德律 耀月跟冲钛等等的 那有一些是他的机器人概念股 里面的标的也被选进去 那另外除了这个 给名牌之外呢 重点的技术更新 也要跟大家来做报告嘛 昨天华文勋董事长说 易冷创最佳的能源效率啦 辉达H系列到GB系列 必须从气冷转到易冷散热 那机壳厂也凭水冷解决方案 银广充水冷伺服器占比 今年一成明年要三成 任何一党是陈明店 今天爆大量 这乡民们讨论最热烈的股票 就是他了 拥有广达微影AI伺服器机壳订单 自言水冷解决方案 两党个股都非常强 银广是我们展哥一路上面 帮大家做追踪的 但陈明店今天爆大量 开高走低盘中击杀 怎么样来做解释 好 展哥想问呢 昨天这场演说你有没有看呢 当然啦 我们就守在电视机旁 我还两台荧幕在监控 要趕快做资料这样 所以一结束 看完这一张话 一结束赶快查了嘛 对… 所以晚上就赶快发LINE通知大家 所以提醒大家 记得要加LINE 因为加LINE之后第一时间 让大家抓出来是哪些公司 其实很累 昨天看到眼睛都花了 真的花了 一档一档对 早上同事还说你是昨天没睡觉的 黑眼圈那么重 你看这么多档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看有些字小成这样 你光搜寻LOGO就很痛苦 对 然后要对照他的台湾 有没有上市櫃 对 然后再对完 对 还要再找题材 对… 他为什么会被选进去呢 对 但是你看 我忘记我们的银广在哪里了 银广LOGO是哪一个啦 这一个… 好啦 好像是看得出来啦 收到的时候我们就精神一震嘛 对… 有重有重 对…所以说大概是这样 不过OK 整个整个统计下来大概42档 真的还蛮多的 当然罗列出来 哇 刚刚讲说涨停的个股嘛 坦白说这个 这么多档我们也分不完 对… 所以一样记得加赖 我们到… 陆续追踪 对 我自己今天的节目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技术面的角度 那今天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些族群 好 那中间当然银广 银广是我们一路在讲嘛 对不对 奇怪 那同学啊 看今天那个开牌出来 大家都说哇 你是不是知道 什么内线消息这样 难道我会说 Jensen做完PPT有发给我吗 不然没有啊 当然不可能嘛 对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哇 你一定知道什么消息 不然你怎么会在这天就讲 其实大家如果回头去看那一天 我们花比较多篇幅讲 4月3号吧 那天我们在讲 比较说低价的那个鸡壳族群 那天我们特别讲什么 我说银广 为什么特别拿出来讲 我就说他有什么视觉的解决方案 对… 所以我说比较有想像空间 是… 结果真的不小心被我们逮到 但是你说这一段上来 其实你看 从筹码面的角度 当然外资在这里 确实是还是有持续布局 在涨的过程 不是说在低档 那涨上来你看 这边其实就是有一些手痒 对 绒券 就接来继续空 那当然我们说 这边我买回来了 然后今天早上还有同学跟我说 哇 因为我们又发恭贺嘛 同学都说 哇 老师我也有跟到这样 我说你买在多少 他说买在122 我说122是哪一天 他说买在这一天 也不错 所以你说在涨的过程中间 因为坦白说 今天一开牌出来 很多你也追不到 对啊 但是你看 这边是三根涨停完 休息两天 第二天同学去买 我是第三天再买回来 然后今天还涨停 所以客观讲 122到今天多少 157啊 也是三万五一张 对 所以你说 在这种中间 有没有机会再切入客观讲 我觉得这是大趋势 所以从中间 你能不能 其实现在可能很多股票 都有这样的机会 对 中间还是可以早点进 不要想说过了就 完全不敢买 有时候概念是这样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 之前我们就说 银广涨三根了 你就不用追去买秦城 那时候应该在这边讲 秦城这一天涨停 结果你看 过去几年一路沙下来 其实沙下来也有些同学紧张 坦白说秦城我们也有布局 因为我大概在这一块 这一个区块 我大概289到281之间 然后但是你看 这边上来 其实对应这边是不是一个平台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大的底部 所以这边守住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甚至上周五跌到这里 有同学来问我说 老师这样回到月线 是不是可以再买 我当然我是跟他 有别的建议 但客观讲 你看今天一个返工 那是不是代表什么 创高回撤 看起来也有机会 所以你不见得要买银广众 真的在右上角的右上角 像这种右上角过完 稍微回撤一下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 客观讲是如此 而且之前我们在讲的时候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说银广的那个 累积营收年增率是59% 青城是57% 所以客观来讲 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 你说 就数字上来讲 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其实差没有多少 但是你看 银广的本益比 已经快60倍了 它才30多 27倍 另外当然像广运这一种 这种我们就先不多谈了 这个我觉得也是 比较偏题材面 所以你说从硬体的角度 有什么 我觉得相刚的银广 或者是青城 我觉得还是可以注意 那再来 我们再分类的话 广运我们也看一下 好 广运这边 其实一样的概念 这边我们上礼拜 我们是不是讲说 一个整理平台 然后突破 然后突破 这边突破嘛 所以突破基本上也是马上拉出去 然后拉回两天 到十日线 结果上礼拜忽然上去 所以其实如果遇到 近期遇到这种格局是什么 像这种状况 昨天拉一根的 有没有 拉回完黑K完 隔天马上吞噬的 其实我觉得这种 其实有机会去做一些试单 来我们看一下 像1582好了 好 1582 今天有同学在问我 像这一档 你看拉回 是不是创高拉回 其实这一段 有没有跟那个谁啊 银广有点像 有没有 前面飙一段又回到原点 对 然后爸爸忽然这边出量又上去 又再攻 然后今天收到114.5 这个高点是113.5 过了 来3376 好3376 新日新 同族群你看也是 这边上去先见高点 拉回来修正一波 但这边你看 这一个黑K 隔天一个红K吃掉 就今天又突破 所以近期你可以注意 类似这一种 这叫什么 双K线组合的 就如果有一个低档吞噬的概念的时候 是不是有机会 而且如果啊 他前面有一个前高的位置 其实你可以先试单 对 近期我觉得这一招应该蛮有用的 所以他可能有机会 再去挑战一次前高 对 对 那过的话当然续报或加码 如果没过 你可以顺势做一个调解 好 那讲到机构出去 我们追问一下老师 因为今天一档个股 3013的成名店 早盘锁涨停之后 盘中是突然跳水式的急沙 那尾盘的时候是这个涨是明显的收链 那这档个股 在这个盘中就是一店之间的 你到底是要见好就说卖掉 还是说反而这掉下来的这个涨停打开 是给你机会上车啊 OK 好 我们先看K线好了 它打开 这样打开大家记得了吗 对 记得了 来这个地方 你说涨上来是不是一个横盘格局 你说横盘格局这里有没有破 其实没破嘛 刚刚8210也是类似 对 就一个整理区其实没破 所以客观讲你说还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还有 但是咧 来我们举个例子 来2348 我们上礼拜讲的海悦 海悦 海悦我们上礼拜是不是说 如果涨停的话可以凹嘛 但是后来涨停又打开 但是你看如果昨天流单的话 今天开上去马上下来 其实平盘这边就应该看 就是就短线的格局来看的话 那你说3013 一样的概念 他今天早上遇到好消息 上去没有守住 没有守住 你说档亭打开可不可以出 其实短线是可以出 但是要记得 我们最近看一个梗图 他说2024年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有股票抱不住 就是你股票抱不住 但是这个当然回过头来 会讲一个点 这个当然说到这里 我们就是 还是跟大家 花一点时间分享一下 好 因为其实上礼拜我们就说 你买在好的点的时候 你后面比较没压力 对啊 因为坦白说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追到高点 当一震荡的时候 你会很怕 而且心情很浮动 就抱不住了 对 那举另外一个例子 来6139 6139的雅翔 也是我们一路讲 这边翻倍嘛 忽然喷上来翻倍嘛 翻倍一路上没有人买 没有人敢买 回头我猜最多会买在哪里 这边 这边附近 看到它一个黑黑 对 为什么 这边跌下来到月线 特别是 你懂一点技术面的人 你就想回到月线 好像有支撑来买 所以这里买一堆人 但是你如果是 回到月线支撑想要买 但是那问题就是跌破月线 为什么你不出 对不对 所以概念是如此 你说我们抱上来 其实我也出在这一天 讲难听的也出得不好嘛 你说如果翻倍早就出在上面了 但是你说到这边 其实我也还是赚六七十趴 但是你看 我们是买在很前面 这边上去下来 右侧交易这边卖掉 大家是什么 想等股票打折 366到300 打个八折 爽耶 进来买 概念不一样 对 但是你看你这边买到这边 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场 是 所以选择的时候 你就要选 到底你的点位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 你要当机力短 如果你是追高的话 好 那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族群是 位置低低的 可以做注意 比较抱得住的呢 OK 我们先从这一个 还是稍微有一点刺激的 对啊 这是今天很多的热门掌停的标的 对 这个 当然我们细节 从基本面我们先不多看 但是你注意看它做什么 其实你看 索罗门3D 机器视觉 巨人 然后影音 安控 背光模组投影机 中光电 充态什么 数位监控 影音串流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重点 跟当初我们在讲银广的逻辑是一样的 视觉 对 视觉是很大的重点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持续关注 那中间有没有其他的股票 我觉得也许有机会找 那另外我特别mark一家 五四八四的会友 会友 会友我觉得可以注意 为什么可以注意 因为我们在整理他的资料的时候 发觉 董事长的名字很特别 这为什么叫特别 因为 董事长发觉好几家长得一样 所以 待会我们再讲 所以大家先记得会友 然后再后来我们再看 宏益谷跟益登 来 宏益谷当然我们有讲 我们是说上礼拜五的快打部队有塞到他 所以有同学说礼拜一有去买 然后这一天说他被洗出场了 然后今天早上跟我说什么 他说把麦菲的红衣谷又捡回来了 我说上周五吗 他说没有 搞不清楚他在长什么 有赚就先跑 看到老师昨晚的资料 豁然开朗 什么叫豁然开朗 就是原来他跟徽达有合作 所以你说前面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跟徽达有合作 我真的也不知道 但是筹马强 然后他去买 但是你看他说今天 看到那个徽达的资料之后 我今天又跑去追 虽然我觉得很有勇气 对啦 毕竟是所长庭 对 但是这个地方 他这边进来是两根了 两根被洗掉 那你说有赚了再追 OK 我觉得概念上是这样 但是当然回过头来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跟大家 讲一下那个比较小故事 其实你说到底做消息面 做股票也没有用 因为我知道很多散户喜欢听消息 很喜欢 对 其实我们当初 刚出社会的时候也是这样 有同学就去某某某大厂 去当工程师 所以我跟一群工程师也很熟 然后呢 他们这一群年轻人 年轻工程师 跟那个谁 董事长特助也很熟 熟悉 李消息最近的人 最近 对 对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就说 我跟你讲 董事长刚开会的时候 说我们股价要多少多少多少 对 一群人疯了 全部都去买 结果每一个都要站 所以你说听消息 第一个啦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听消息没有赚过钱 所以我从来不听消息 听到我们还是要自己判断 对 所以不要想说 哇 怎么样 这个时候 说实在话 是因为筹码强 我们觉得有机会 然后不小心中了嘛 银广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有我们的逻辑 OK 所以不是听消息 那当然最后 我觉得这个族群 可能是最值得注意的 因为 第一个工业电脑 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休息很久 休息非常久 但是你看从索罗门等等的 这些电脑的应用是什么 第一个本来就是偏工业 所以这个族群 台湾本来也是强势的 昨天在影片当中 有那个无人工厂非常厉害 对 那台湾本来就是大国 这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中间当然 为什么我会特别骂 可会有 因为炎阳跟谁 跟伊阳 董事长都是同一个人 那炎阳是什么 炎阳是华硕投资 对 其实炎阳是台湾第三大厂 工业电脑大厂 后来跟华硕有一些 整病的动作 但是你看 这一次排开 出来之后 你会发觉 怎么同一个董事长的 三家公司 跟辉达的关系好像都不错 对啊 所以这个 一阳延阳 外加会友 对 就有想像空间 所以你说这个部分 你说后面怎么样 那当然细节 因为股票实在太多了 再拉回到我们的直播 或者是明后天 我们都持续在节目上 跟大家追踪 好的确 那展哥今天帮大家 把这个工业电脑 相关的族群挑出来 那有一些是在这个 黄董市长的背板上面 那有一些个股 其实位阶是相对的低 怎么样来做注意呢 同学们如果对于这个 相关的操作 IPC族群 位阶还算是在台股当中 比较这个低廉 物美价廉CP值高的 后面有没有空间可以期待呢 我们都可以参考画面 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展哥加个朋友 或者搜寻LINE的ID 那展哥有这个内容 都会放在LINE上面 同学们有空都可以提出 老师有空会跟大家 做互动 还有回答你的这个疑问 观察一下 条条大路通台机 AI驱动者今天股价 表现非常强势 一度占回850块钱 明天股东会 会不会有好事情呢 上周趁低买的行主小孤 小资族们 有没有机会再赢来 赚红包钱的契机呢 我们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搜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昨天这场华仁勋指引长的 演讲当中 也有非常感性的一面 他在最后是做了一段的影片 感谢台湾所有的公营伙伴 对辉达的支持 当中有一张照片最吸睛 这大概是二十几年前 这个华仁勋的照片 头发还是黑的 旁边跟他讲悄悄话的 就是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了 他感谢台湾伙伴影片 这张照片非常吸睛 那是秀这教父级的合照 华仁勋也说 Cuda跟未来AI愿景 感谢台积电贡献 下代回答AI平台 Rubin也会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 那陆行之来点评了 他说他从昨天的这个 华仁勋的演说来看的话 看到很多的机会 尤其是台积电 非常有这个能力跟空间 未来的股息会发放六块钱 计配息冲到六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灰达新晶片 用台积三奈米 明年的台积电资本开支 可能会超过350亿美元 台积电的现金鼓励 2026计配六块钱 一点都不难 那AI这个全部缺席 昨天的PC代工大厂 一堆人全部都去台大厅讲了 他也说PC会全部都变成AI 那帮人类执行伙伴 200款的RTX AI电脑 华硕 微星 都是他的合作对象 好 是从台积电来做观察 邓老师休息两个礼拜了 台积电呢 今天的股价 摆脱上个礼拜五 MSCI 这条降权重的干扰 一口气就上涨 回到了850块钱的重要关卡 老师我们就来问一下 从台积电来做观察 今天它的表现怎么样 后面的空间怎么样 来做一个期待 有没有机会占前高 不过AI的大咖 鸿海 广达等等 为什么今天的股价 就有一些开高走低感觉 表现没有中小型股 那么样的强势 有没有关系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基本上今天这个大盘的 贡献点数就是落在台积电 鸿海跟联发科 这三大全资股 大概贡献的将近要300点 广一涨台积电就贡献200多点 所以我们今天最终涨了300多点 事实上我今天给各位看就是说 现在六月份会注意到一个 就是集团作战 我抓了五个集团 各位看 台积电集团我现在看到的 就是基齐最低就是精彩 当然今天的焦点会落在创意 创意除息马上一度攻掌停 可是创意我们就不多说 为什么 因为创意当时杀到1090的时候 我想同学们明君都记得我讲 背离 反转 一直到现在 所以它现在已经不是低基齐了 也没有背离的 已经涨上去了 反而要去注意未来会涨的 反而是精彩是基齐最低的 那鸿海呢 鸿海原本我是想讲的就是鸿准 可是鸿准已经怎么样 在上个礼拜来到净值了 它之前五六十块 那个时候我们就提过了 结果它已经来到净值74块了 所以再追的空间就不大会休息 反而只剩下化汗 工业电脑化汗 反而是基齐最低的 而且刚站上一个颈线位置 也说现在大家想说 2万2会不会再来一次 各位还记得吗 4月19号 当时跌到19291 那一天大盘最多 最大跌点109点 当时大家问我 明君问我 我说邪二第五波就是走到2万2 来到21937 可以了啦 就差六十几点 稍微要交代 果然也回了 上礼拜也拉回了700多点 拉回了700多点 今天又大涨了300多点 所以这个时候台北股是在面临什么 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加权指数 台北股市 这里有个跳空缺口 跌过了这三天 各位这三天跌掉了700点 今天跳上来 可是这个缺口还没封闭 所以现在台股就是陷入什么 高档震荡 但是这一条月线是很漂亮 在上个礼拜来碰月线 然后就止住了 这一条是月线 对 碰到月线就止住了 那我们再看台积电 好 台积 台积电是破月线 但是今天快速把它站上去 你再看一下台积电ADR 台积电的ADR 看一下 你看 上个礼拜五它是不是破月线 但是它快速站上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台积电很给力 直接赶快站上月线 不能够脱钩 所以基本上 我们看台积电也没有问题 好 来看鸿海 第二大权子鸿海 鸿海 鸿海上礼拜五是也来碰月线 现在今天是不是回到十字线 跟五字线中心 月线还是熟了 你如果看上礼拜五是收最低 上礼拜五盘是往下压压最低 台积电也收最低 鸿海收最低 可是今天不一样了 马上扭转 全部都回来了 整个盘就带动了 所以我们看 这三大权子鸿海 再看一个联发科 今天联发科小涨 为什么要注意到联发科 在三大权子骨里面 我们看一下联发科好了 联发科上礼拜五是一根大长黑 大长黑跌到这个所谓十字线 但是今天是不是十字线 点一下就拉上去了 今天这个K线很明显高 我只跌了 所以基本上联发科这个缺口 在上个礼拜五不是碰一下吗 碰到缺口的一半 看起来是 就是来测一下支撑 基齐你看 它目前就是KD在高档 现在已经跌下来了 所以短线上这里会震荡 我为什么会写雅信 联发科集团的 联发科集团的 它是目前基齐最低的 基齐最低 国聚最低的就是凯美 股价还低于禁止 国聚就鸭子划水慢慢创高 慢慢创高 其实国聚也是慢慢创高 那这些股票就是 我要给同学们另外一个思考 当然今天大家会去注意 回答说 后面local的42家里面 就有10几家 像大家讲这个集团 对 就有10几家是涨停 可是就像我们之前 展哥讲的 如果已经开涨停了 你就买不到了 你要看是后面会不会涨 也就是说我跟同学讲过说 今天的涨停创新高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你一买下去 后面还能赚多少 那现在是今天是6月3号 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 你现在想 我现在买下去到6月底 我可以赚多少 而且要买得安心 抱得开心 卖的时候笑嘻嘻 然后要有集团的背景来做 作帐 如果集团要作帐 我都精挑细选 像台积电就挑一档 鸿海就挑一档 联巴哥就挑一档 华硕挑一档 國聚挑一档 以这样的逻辑 给同学们做参考 同学们先扫描一下QR Code 因为节目第一个时间有限 第二个 举例的股票也有限 因为这个字卡就死档而已 所以你要加入LINE 或者是直接搜寻我的ID 小老鼠ED12888 进来之后搜寻我的直播 有其他的股票 我们都会在直播 跟各位做详细的分析 跟做一个介绍 好的确 现在进入6月份 也是第二季的最后一个月了 有没有机会大型股票 大集团来作帐 带动未接最低的 有这个产业转机的个股 来做表现 大家都可以跟邓老师来询问 首先我们画面上面 流到方式就可以找到 老师的资料 相关的内容都会放在LINE 里面同学们有空 都可以提出了 老师 那我们快速 从K线来做观察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 在上个礼拜五 如果你不看今天 你会觉得好危险 一根大肠会收最低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上个礼拜 有MSCI的生效 所以爆了1000亿 尾盘那一盘爆了1000亿 打下来各位发现到 其实这个缺口也有手 重点是这个826 前波的高点826 基本上上礼拜 打下来大家吓死 为什么 跌破826 可是今天一开盘 回到这个月线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如果看台积电的AD 你就会稍微安心一点 它虽然也是重挫 就是学上个礼拜 联发科 台积电杀下去 可是马上急拉上来 很漂亮 那今天的台积电就直接 手稳了月线 好 那接下来各位看 台积电为什么 后面还会再涨 因为它今天 站完月线之后 你来看 在上个礼拜的急沙 它这个KD很快速的 打到哪里 你自己看 打到 一个打到50以下了 所以接下来台积电指纹 它就会慢慢的在50 再度交叉上来 那就有机会再去攻878 再去攻878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当时冲上来 其实有很多同学 看我的直播都说 我卖飞了 我卖得早一点点 在这边我就卖了 因为再上去我会怕 为什么会怕 你看这里 有量价背离的余率 我会怕 因为那时候股价创高 但量并没有跟上 对 我会怕 还有MACD 都有一些背离的余率 那下来就可以接 所以我一直说 你不用急 不要乱追高 等到月线附近你就可以接 包括现在也是一样 回到月线附近来接就安全 季线就当防守了 季线就是防守 好 我们看台积电集团里面 子公司的精彩 你看这个基期是不是最低的 我们现在看到股客 就是创新高 你又怕随时有隔日充 或当充客把它充掉 你就会很害怕 很多股票涨停满 突然就打下来 你会来不及跑 可是你买这种底型钢打底 而且法人有买的 台积电工业 你看这是在50 这是在钢过零走 基本上现在不会有很多人注意 但是如果长个两三天 就会一堆人注意了 所以我觉得精彩 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目前最低的就是他 台积电工业里面 你看他从219到85 以后就开始足底 足底足 足这个三重底 已经够扎实了 所以同学们 风力布局没问题 好 来看鸿凯 鸿凯昨天股东会 不是有股民喊说要500 这短线300 中线400 没有那么厉害 真的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 他长线到哪里 200多是看得到 为什么 各位注意看 他这里有一条下降压力线 突破了就是在今年的三月份 这一根月可以突破 而且带最大量 有没有看到 带最大量 我说突破颈线也好 突破下降压力也好 一定要带量 一定要带量冲过去 才是成立了 好 我既然突破了 这个点大概是我抓 就是130 他突破 好 你看 这个地方低点是52.6 这个地方高点是155 这里一抓是不是 大概103块 我们就算他100块好了 好不好 以突破点加100块 230 230 你说500那是太离谱 真的太离谱 230是不离谱 但是各位记住 这是月K 不是三五天就到230 是好几个月会达成的 这可能是半年 一年会到 所以鸿海短线拉回了 你就站在买方 你要摆波段或存股 可以的 未来是有机会到230的 好 为什么提到 鸿海集团里面的花旱 你看 这是不是很漂亮 它仅限在这里 你看上个月在这个地方 挣扎 这个月是利手在这上面 所以基本上 你要享受后面这一段 当然你买它 会比买鸿海赚得快 因为这一段空间更大 这一段的空间有200块 你从这边再加200块 也就是它要来挑战 再一次挑战这里 有没有 接近 接近 工业电脑 对 而且工业电脑 要留意一下 对 动作要快 但是未接地的亚信 你看这个 也是月线打了三个底 这个基本上已经跌无可跌了 可以站在买方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再看华硕 华硕也是 短线创高了 但是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 电影管理IC 好漂亮 还有国具去买它 国具为什么要跟它拭目 其实这个都是 这个是后面一定的 人家都买在这个位置 对 对 好 再来就是国具 你看它是慢慢爬 因为它从1310打下来 那你来看它 台美 台美 它镜子还在板子 他们集团里面都有这么低的 只剩它了 已经没有低的 很难找了 很难找了 所以为什么要注意一下 国具集团 台美其他 进行